可怜,老父猝死,女儿饿死家中 人间悲歌,新北市这栋,公寓二楼,连日传出真正恶臭 昨天,里长按门铃迟迟没人回应,立即报警处理 警消假梯从窗户盘路查看 经见一对无姓妇女,已死在屋内超过两周,尸体发黑 死者是88岁的无姓农民,两年前遭儿子骗走近千万财产 独自照顾41岁的金藏女儿 妇女俩在公寓租屋,仅靠每月8000多元补助金过活 实信房东表示,已经一阵子联络不上老农民 这两个月都没有,你敲门都没有 警方调查后,初步排除他杀与自杀的可能 怀疑老农民因是突然猝死家中 女儿无人照顾,被活活饿死 栋新闻新北报导